蘆洲夜市真棒 都比蠻多台北夜市都要好吃 楊道 你是飲料公道伯 Hello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Toy 歡迎收看美食公道伯 今天我們來到了蘆洲的這個 廟口形象商圈 也就是蘆洲的夜市 因為最近把房子賣了嘛 所以再探一下最近雙北 哪邊東西好吃啊 因為在家裡點不到外送的話 很可悲啊 所以在研究這個新北 發現蘆洲的這個空污率是最高的 所以就有點興趣想要搬來蘆洲 順便我們來看看蘆洲夜市裡面 到底賣了什麼好吃的 走吧 首先來的就是這個蘆洲包 這個可以說是蘆洲CP值最高的紅版美食 據說這個網路上說 一天可以賣2500顆 可以說是又好吃又超值 反正我們一經過這個企劃的調查之後呢 才發現蘆洲其實它是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同時呢也很便宜 我們就來試試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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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哪個好吃啊老闆 吃辣嗎 是啊 對啊 那現在要跟飯的 哦好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福州包 韭菜煎餃 小小一顆的一口一個 哦 這個好過癮 這個煎餃啊 它就是外皮煎得非常的酥脆 它已經是有點像是多了一個 酥脆的餅子在這個煎餃的底部的感覺 哦 就是你入口的時候 其實它口感 其實很強烈 而且很分離 上面這個煎餃呢 就是軟軟的 但是下面這一層呢 非常的脆 而且它的辣醬呢 是那種小時候會吃到那種 很簡單的辣醬 就是 它的辣味是帶一點甜的 所以五塊錢一個非常便宜 整個煎餃布滿了芝麻 哦 下面這一塊 非常的脆 所以吃起來呢 不單單因為你在吃煎餃的感覺 就是還多了一塊脆餅給你吃 口感很好 裡面的味道呢也很棒 也不會說韭菜味道非常的重 就單純都是韭菜 也是有肉香的 這個算不錯 哪一個 蛤 很脆 對啊很脆 哦 沒想到第一家 就讓我們覺得 爐桌夜市真棒 好下一家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家 爐記的這個藥燉排骨 今天的這些店喔 都是這個企劃幫我們 就是網路上先收集好 就是這個爐桌夜市有哪些是 有名的又好吃的 好接下來就是藥燉排骨 這一碗藥燉排骨 60塊 可以說是我在台北啦 喝到最大一碗 就是平常藥燉排骨可能 78 但是可能還沒那麼大一碗 然後排骨呢 也非常的多 兩條大骨 然後下面還有三大塊 然後一些碎肉 真便宜 藥燉的味道算滿濃郁的 喝下去不會太甜 再來試一下排骨的肉 因為我覺得一個藥燉排骨的成敗 湯我覺得是其次 反而啊 這個排骨 能不能順便拿來吃才是重點 然後網路上說他們的這個排骨醬呢 也蠻特別的 嗯 我在幫你們試各個不同的部位啊 有些部位 我剛剛吃兩塊 目前還不會柴 這塊有一點柴 那些帶骨的肉啊 都不會柴 可是我覺得這個藥燉排骨 值得大家來試試看 一是它便宜又大碗 二是它的排骨肉呢 有一半 至少一半以上 好 是嫩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你們家附近藥燉排骨 現在一碗多少 應該七十要起跳了吧 我家附近的夜市就四零一四 一碗至少都七十起跳了 有些八十 有些再有名一點呢 搞不好要到你九十 但是都沒有喝到這麼大一碗 這一碗才六十 而且它湯的味道啊 我覺得算是很剛好 就是 很多藥燉排骨呢 都是特別的甜 就是喝下去之後 喝久了會有一點點膩 但是這個是 藥材的味道會 相對來說再煮一點點 不管是味道還是肉 還有份量 六十塊是真的超值的 十分 下一家 好啦接下來就是這一家 正宗紅 清燈肉丸 聽說也是 兩三十年了啦 所以我們也過來試一下 看它人也蠻多的 應該算好吃的了 不過吃到目前為止 還蠻意外的就是 沒想到這個夜市的食物水平 都比蠻多台北夜市都要好吃 那這個呢就是正宗紅的這個清燈肉丸 小小一顆四十塊 這個倒是蠻貴的 因為我們最近也吃 肉丸吃蠻多的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這麼小一顆 先試一下外皮 有一點點 也很燙 這個我就沒有很喜歡 因為它的外皮呢 是屬於 軟嫩 它不是Q彈 我覺得Q彈一點的肉丸 會比較 有口感一點 會比較能享受 那種可以一直咬的那個感覺 因為這個呢 它的外皮是屬於 你可以看夾它的時候 整個感覺 它是可以把它撕開來的 就是少了那種韌性 就是會化開的那種 這個我真的還好 感覺老玩家會比較喜歡這個 但是它的醬是蠻不錯的 就是它附的那個醬 酸酸甜甜的 但是就是皮 沒有生得我心啦 有點可惜 裡面的肉呢 也不算太多 而且 一顆還要四十塊 這個我自己就沒有很推薦了 再來一家吧 吃也是有點口渴啦 所以就來個飲料店 然後這一家呢 是Nake他本身住這個蘆洲 所以他推薦我們喝這個 然後他說這裡有一個隱藏版的 是以前沒有在駕目表上的 現在已經有在駕目表上 所以叫我來喝喝看 他說 他的原話是 Nake的原話是 這已經比很多什麼 你去喝那些網紅店要好喝啦 試試看 先來試試看啦 這個比照星人好喝嗎 不錯啊 不錯是有還是沒有 小禁噴啦 小禁噴啦 這不錯耶 那個奶凍很特別耶 就是因為我點的好像是三分糖吧 本身飲料不會太甜 它那個奶跟烏龍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很順口的 然後 那個奶凍起了甜味的最關鍵的角色 就是本身奶跟茶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 但是還缺點一點甜度 因為奶跟茶也本來沒什麼甜味嘛 但是我也加不多的糖 但是它的奶凍呢 吃下去之後 它會散開來 它會給一個甜味 有料 來這杯給你們 我再試試別的 這杯就是你說的隱藏版對不對 對 鬼異的味道啊 你有沒有看沒有 喔 這個喝一口精神都來了 我覺得蠻好喝的 就是它呢本身 算有一點點酸 它這個是甘蔗檸檬烏龍 我覺得這一家主要是它的茶味都蠻順口的 它會有那種 苦澀的味道 然後 基本上啊 那個檸檬雖然酸 但是跟甘蔗混合完之後 整個茶味是很順口的 就是它一樣烏龍 加上這個檸檬跟甘蔗之後呢 有甜有酸又有茶味 混合的平衡的蒜還不錯 難道你是飲料公道國 本來呢我是不想拍飲料的 想說喝喝就算了 那你講的這麼厲害 我就必須要公道一下它 我們也點了一杯黑糖珍珠 那這邊呢是沒辦法調甜度的 黑糖珍珠鮮奶 這是沒有茶的 然後它的排名呢也是在招牌上面 珍珠是好吃的 這中間那一塊它不會硬硬的 所以珍珠算是很軟 但是不算大顆 它是軟的珍珠 所以至少是我喜歡的感覺 奶味也蠻重的 不過這杯就沒有深得我心 雖然它不錯 但是我覺得太甜 就是這種沒辦法調甜度的 真的太甜 這杯給你們 我要喝那個回憶的味道 這杯是真的有料 這杯是入口的時候 第一口真的會讓你 整個提神耶 這杯好了 這杯有酸也有甜 混合得剛剛好 飲料工到過 接下來這一家呢 是爐州四口 我們企劃裡面寫說呢 它是這個四口羹 金磚豆腐 還有這個炒飯 那我們今天吃不下炒飯 我們就點羹跟豆腐就好 好啦 點好了 這個炒飯呢 是意料之外 這個老闆看我們拿著攝影機 就請我們吃炒飯 毛雞蛋炒飯 這個二指 這個七指 先來四個豆腐 金磚豆腐 就單磚豆腐的話 它的豆腐是不錯的 就是外脆內嫩 裡面是真的非常非常嫩 燙也相對來說更燙 但是它的醬 這個是黑粗醬 好酸喔 酸到我覺得這東西變成濕了 我覺得金磚豆腐相當一般 再來試一下麻油雞炒飯 炒飯很好吃 粒粒分明 也不會有油耗感 但是就是雞肉相對來說柴了點 然後麻油的味道呢 也不算特別麻 就是很輕微的麻油味 麻油的味道太多的話 也不會好吃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麻 算是蠻剛好的 炒飯是炒的真的不錯 再來這個是刺口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刺口 但是我看到裡面的材料算是蠻豐富的 有這個雲吞 就是餛飩啦 就餛飩啦 然後再來這個應該是類似那種 就是柚羹裡面會有的那種 不知道是因為快吃飽了 所以我覺得羹法還是最好吃 我覺得炒飯的水準不錯 那這個呢 它的羹裡面本身帶一點醋 所以吃起來很順口很開胃 這個越吃越開胃 有種想要一口接著一口的感覺 這家我喜歡羹 炒飯我覺得就是飯炒很好 肌肉太乾 然後豆腐的話就是醬太習慣 我們加一架 好 好 這是最後一家 真的吃到飽了 這個是 汪泰沙茶羊肉 好 這一家算是在這個 爐州夜市裡面 算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炒羊肉 這一份呢 是150塊 加一個白飯 15塊 165塊 小塊買啊 嗯 這羊肉夠燒啊 好吃的 而且這個份量也不算太少 150塊 貴是貴了點 但是蠻好吃的 主要是啊 它這個羊肉呢 我自己感覺算是 挺厚一片的 不知道是否錯覺 就是我吃起來之後 其實它口感蠻強的 然後羊肉的這個燒味呢 我覺得剛剛好 不會太燒 但是夠燒 嗯 老家裡附近應該比較有名的 炒羊肉 應該就是那個 士林的炒羊肉 但是我覺得這一家 比士林那家好吃一點 應該有點中辣的 小辣不夠我吃 整盤炒羊肉呢 說實話吃起來 都蠻順口的 蔬菜算爽口的 羊肉嚼勁很夠 沙茶的味道我覺得也算剛好 羊肉的分量我看一下 算OK啦 不算特別多 但是也不能說是少 因為我已經吃了蠻多塊 上面至少還要五六塊 炒羊肉有到這麼貴嗎 一百五呢 雙便宜吧 那便宜啊 因為肉炒天點 隨便都超過這個 還超小的一碗 我的車到了 先走了 好好 謝謝謝謝謝謝 好啦 那剛剛忘了結尾 總結一下 今天吃了 煎餃 藥燉排骨 四口根 炒羊肉 清蒸蠻丸 說實話 蘆州夜市的東西是真不錯 除了蠻丸以外 其他都不錯吃吧 所以蠻丸也是我個人不喜歡的 因為它的蠻丸是 單純純蒸的那種 所以它的口感偏軟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那種 比較Q彈 可能先炸過的 那整體來說 最推的話 我覺得藥燉排骨不錯 然後煎餃也不錯 炒羊肉也不錯 然後那個羹也不錯 那個四口羹也不錯 但是炒飯就沒有很推 那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喔這一家也蠻好喝的啦 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